早幾晚門口有着着防护衣的人在消毒 然後開始在肥哥時真的很害怕 後來看到通告貼著原來有密切接觸者被帶走了 隔一天又另一位密切接觸者又被帶走了 開始覺得很擔心 因為在自己身邊越來越近 這兩晚都不斷祈禱 很希望我們不要染疫平安地回來 很擔心的不是自己有機會被隔離 而是擔心萬一被隔離的話 那狗仔怎麼辦呢 牠們又不會照顧自己 沒有了我們又會很害怕 而最慘的是我們兩邊的親人都要強檢 所以不可以照顧狗仔 真的很不開心 很擔心 已經很多晚上都睡得不好 不斷想有什麼辦法可以處理得好一些 還有想好多幾個後備的方案 雖然很害怕 但都要忍著情緒去想辦法 我上網找到那一間很好的地方 叫一寵愛 牠們會穿著防護衣去幫你接狗仔暫託 但是牠們都出了通知 就說地方有限 所以暫時已經滿額了 我完全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辦法 最壞 最差的打算 就是送牠們去漁護署 因為這樣都好過就這樣放牠們在家 等不知誰去救 漁護署我上網查過 但只有一個語音來電 或者打一百二三 即是如果有重要事 是不可以即時幫忙 其實我覺得關於寵物的安排 是很混亂的 聽說那些人說 在漁護署那裡 狗仔兩天檢測陰性就可以接 牠們驗到陽性的話 又會怎樣處理呢 是不是會有獸醫去幫牠們呢 我聽過會送牠去港豬澳大橋香港口岸 動物管理中心的 但是我找不到牠們的電話 亦都不知道日後要怎樣聯絡 我真的很擔心 我亦都相信很多狗豬跟我一樣 這麼擔心和這麼混亂 所以在這裏很希望有經驗 或者知道更多的狗友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亦都希望有更多愛護狗仔的人士 可以幫忙 如果你在一個很大的地方的話 就算你不可以即時接走牠們 可不可以考慮讓狗狗驗到陰性之後 幫忙在漁護署那邊接走牠們的暫托 我們很願意給錢或者捐錢 希望可以確保牠們的安全 除了準備人的走路包之後 一定要準備狗仔的走路包 裡面要包括一些 例如額外一包新的狗糧 牠們吃開的狗糧 零食 玩具 水瓶 還有狗狗等等 其他那些床鋪 我覺得你準備了別人 都可能會怕了 未必會接的 另外我準備了一張照片 寫下了狗狗的特別需要 留下了自己的聯絡資料 亦都同時拍下了狗牌 還有針卡 還有準備了一封授權書 以備不時之需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 如果我有漏的話 都希望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希望這次可以平安度過 希望大家都沒事 好幾乎 好幾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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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